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家柚子茶 一道一道的工序看得眼花缭乱 因为要做客家柚子茶 做法真的很费工 柚子从挖洞开始 得先取出果肉剁碎 再跟茶叶 柠檬 甘草等材料混合之后 再回填到柚子皮内 盖上柚子皮还得用棉绳固定 来来回回缠绕 光是绑柚子皮的动作就很花功夫 这是第三代传人徐妍春 坚持代代相传的好滋味 皮刚蒸了之后 脆脆啊 要好小心去绑 你不会绑都是绑坏掉啊 徐妍春大费周章 绑好的柚子还得用蒸笼蒸熟 蒸完再晒 晒后再蒸 才能够保存骨枣味 靠太阳晒比较多一点 然后那要一两个月 温度是差不多八十啊 经过了蒸 压 晒烤的过程 直到完全干燥 至少要八到九次以上 才能成就道地的客家柚子茶 那个人家大沟煮饭的 连圆葱有没有 掉在那旁边嘛 蒸蒸蒸蒸看着怕怕的料 就把它晒 所以要蒸了这么多次 变成都你们都久蒸久晒 圆圆扁扁的身体黑得发亮 而且相当扎实 经过烤箱烤干 客家柚子茶就能接近完工 这八九分啊 现在是弄得干一点的 可以收成起来 我们都是个宝库 徐原村宝库里 还有很多牙香宝 因为它已做数十年 这以前可是止咳润肺的养生饮品 纯手工也纯天然 会放啊 一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以前我妈妈做了 差不多四五十年了 老祖宗传下的干唇好味道 他也不藏私 常常跟大家分享做法 慢慢地给它干 不是都一下子给它干 风干后的柚子茶 经过敲碎就能饮用 他希望属于客家的黑金宝藏 能够永远流传 清甜柚子淡雅茶香 三代的传承在柚皮里激荡 仔细饱 慢慢烤 客家坚持幻化黑金 闪耀感动时刻 你本身就是来自吃的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